1月20日以催金数据《恋真娱乐》为主题的2018-2019中国文娱金数据发布盛典在北京举行 朗朗 冯少峰 韩雪 李光杰 宋祖儿 谭京 吴轩宜 王河蒂等众多明星走上红毯力挺本次活动 李光杰 雷佳音 郭京飞三人曾经热组中年TFBOYS爆红网络 不过活动当天李光杰透露这个组合已经成为过去史 体重一直都不太稳定的宋祖儿 当天似乎又圆润了一些 不过对于马上到来的春节 他却并不担心会再多长几斤肉 火箭少女101大火之后 吴轩宜也是通告满满 他就透露 新的一年除了音乐之外 更希望能接不一样的角色 非凡娱乐 时时报道 一般人的感觉室 重置到平方之后 进一年 不过好一点点 B